大家早上好,我是邱师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比较下饭够味的菜肴 虾酱炒沙盒 那材料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有沙盒 沙盒这里是250克 然后两朵冬菇 然后适量的蒜头 过后我们有少许的辣椒干 这里我们就有100克的猪肉丝 然后20克的虾米 虾米将它洗一洗 然后如果你们是喜欢吃芹菜 或者是圆兮的话 可以放多一点,切买放下去炒 这里就有一汤匙的虾酱 首先我们就切沙盒 沙盒我们先把它切片 那时候我们就将它铺开 然后切成丝 然后我们就将沙盒 放在一个碗中,备用 好,过后我们就切香菇 这已经是泡发了的啊 如果你们爱吃那个鲜菇的话 都可以用鲜菇 OK,切成丝 好,放在一个碗中,备用 辣椒干呢,我们就切成小小粒的 OK,接下来就是蒜米 好,下米 好,首先我们就圆一圆猪肉 好,给点胡椒粉 然后给点酱油 然后我们就把它搅拌均匀 OK,下这样这里呢,我们就给一茶匙的糖 然后给少许胡椒粉 再来一汤匙的花雕酒 好,首先我们就在热锅 然后放一勺油下去养一养锅 好,如果家里是用不粘锅的呢 就不需要做这个步骤 OK,加入砂盒 现在我们开小火炒它一分钟 如果家里是小炉的话 就开大火炒它一分钟 这个步骤呢,就是炒出了水分 OK,好 开大火,可以炒一下 炒上来 可以少许的底油 好,先下虾米 好,把虾米爆炒过后呢 我们才下蒜米 OK,下蒜米 再来辣椒干 猪肉 现在我们开中火,把猪肉炒一下 OK 将猪肉炒香后呢,我们就可以加入调味料了 好 给点水下去 洗一洗 好 把所有的材料都放下去 再开大火煸炒 好,完成 哇 厉害 再点缀一点 好,虾酱炒沙戈 完成 那这道菜大家要注意的重点呢 就是第一 我们沙戈一定要用刀切 就不要用刨的 刨的话呢,刀就一定要够力 那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就是要先炒沙戈 给它有机会飙水 如果真的是炒到有水汪汪的话 把那水隔掉 不要 然后我们才来炒这道菜 那第三个重点呢 现在我们主要的调味料呢 就是虾酱 所以呢,糖是不能缺少的 OK,我们要用到糖 来到拉合它的味道 那这道菜呢 是非常的下饭的 也可以拿来做生菜煲 喜欢的话 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功课 OB1 每一个小材台 感谢观看